欢迎收看华尔街人物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用关税大刀 挥向各国发动贸易战 更自诩是关税人 并一再强调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施加的惩罚性关税 不会造成美国消费者太大负担 而是创造谈判筹码的工具 能逼这些国家和美国签订 对美国更有利的贸易协定 不过有媒体分析 川普的关税如今看来更像是个终极目标 而且高关税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充满威胁 相对较依赖贸易的美国企业更伤得不轻 媒体揭露 川普在和议员及政策顾问交谈时 总喜欢把关税当作动词使用 而且不理会专家对关税 会提高消费者负担 抑制经济活动的担忧 川普对关税如此深信不疑 可以说几乎没有比他对关税的热爱 更能定义川普执政了 一直以来对关税的青睐 可以说是川普最根深蒂固的政策立场之一 根据纽约时报 历史学家认为 川普对关税热爱的源头 可以追溯到巴黎年代 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历 当时社会普遍把日本看作是对美国经济地位的致命威胁 时间拉回1988年 当时经营房地产开发的川普在一场拍卖会议上 输给了代表一位收藏家的日本贸易公司 尽管川普对自己被打败感到无所谓 但那次着实让他感受到日本财富不断在增长 隔年川普透过电视呼吁政府 对日本进口商品征收15%到20%关税 川普当时受访表示 他对关税坚信不疑 直言美国正在被别人占便宜 并表示美国是一个债务国 必须征收关税保护自己的国家 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崛起 巴黎年代有过一段对日本感到高度焦虑的时期 川普曾大声批评日本 当时还为他赢得了公众关注 并曾短暂考虑参选1988年大选 川普1987年曾在报纸上刊登广告 警告过去十几年来 日本和其他国家一直在利用美国 美国为这些国家提供国防援助 但他们却不付钱给美国 除此之外 川普也上电视接受赖瑞金 欧普拉专访 抱怨日本的贸易行为 他当时说如果要去日本 卖东西给当地人门都没有 但日本却到美国来卖车 卖录影机 把美国公司打得落花流水 川普对于在贸易领域 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兴趣 甚至可追溯到更早时期 也就是克莱斯勒传奇董事长 爱科卡的身上 爱科卡曾在日本进口车冲击之下 把克莱斯勒从破产边缘救了回来 川普的传记作者之一 德安东尼奥认为 川普把自己想象成与爱科卡相同的人 是美国工商舰的偶像 如今30年过去 川普对关税的立场依然坚定 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比 川普对关税的热爱 更能定应他的任期了 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 也没有像对关税那般坚定不移 反倒让人难以预测 达特茅斯学院历史系教授米勒 去年曾发表研究 有关日本崛起 如何影响川普的世界观 他认为 关税把川普的诸多方面联系了起来 川普开口必谈获胜 并认为关税会让他获胜 一心要表现强硬 对行政权力感到痴迷 他进一步指出 对关税的支持 让川普把自己的经历和信念隔离开来 川普有和外国金融家和买家 打交道的个人经历 但同时长期以来认为 外国竞争摧毁了美国工厂 关税会限制国家之间的货物流动 但不会限制资本投资流动 事上在关税效率问题方面 川普与一些助手发生过冲突 尤其是在上任初期 每周上午举行的贸易会 常常演变成经济民族主义者 与更主流顾问之间的激烈辩论 其中主流顾问 以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 作为代表 报道指出 在一次激烈交锋后 川普曾嘲笑科恩是全球主义者 而科恩的继任者库德洛 最近同样惹恼川普 他在上周受访表示 美国消费者将为关税付出一些代价 对于和自己立场相同的助手 川普则是相当依赖 在最近一次白宫会议上 共和党议员代表团 针对关税问题 向川普发出警告 川普这时转向贸易顾问纳瓦罗 接着纳瓦罗向议员们暂时换灯片 并解释关税如何将今年首季的经济增长率 提高到3.2%的数据 根据纽约时报 纳瓦罗曾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 长期以来在他的著作和演说中 都认为关税不止不会给消费者带来负担 反而促进经济增长 他认为主流的关税经济学研究 通常没有考虑到贸易伙伴之间的市场扭曲 以中国为例 所谓的扭曲包括北京政府对出口的巨额补贴 强迫外国企业技术转让等等 纳瓦罗进一步说明 关税可能会在其他情况下 提高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 但对中国寄出关税 不只是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也是鼓励在美国生产产品 川普上任两年多以来 美国已经成为已开发国家当中 关税税率最高国家 而且在更多贸易冲突酝酿之际 关税或许还会再增加 川普顶住了商业团体 两党议员以及一些政策顾问 要求取消关税的压力 而且越来越坚持自己主张 认为是美国的贸易伙伴 而不是美国消费者 来负担对进口产品增税的价格冲击 他日前在推文再度大赞他的钢铝税 表示在过去一年时间里 关税已经重建了美国钢铁业 帮助产业蓬勃发展 面对于中国的贸易战 川普自信认为 美国正处在绝佳地位 美国经济一路向好 中国经济则一路下滑 美国已经对2500亿美元 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 目前也正在考虑 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不只是中国 川普政府还会寄出更多关税 包括对加拿大 墨西哥 欧洲和其他贸易国 课征的钢铝税 尽管各界抱约不断 但在总统坚持之下 这些关税看来不会立刻取消 甚至可能继续走高 我一直有一个印象 这个印象就是 怎么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把他们的思续 把他们的价值观 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 而这样的呈现 不是像社交媒体 现在是这样的 杂乱无章 所以怎么建立一个 建不论丧事 论自由 这么一种宽动 同时呢 又让他们的思想和品质 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明镜 电视平台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 交流的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 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 也因此得以增加 建立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明镜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 就是让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明镜 那我们现在准备有这么一个 新的开始 那我们现在准备有这么一个新的开始